一个已经证悟的人和没有证悟的人 同时修金刚萨多法门有什么区别 这个当然是有很多的区别了 比如说没有证悟的人修的话 那他把这些比如说金刚萨多呀 还有就是自己呀 还有就是罪国呀 这些都当做一个真实的食物去修 那当然也有效果 但是呢他的这个因为他缺乏了一个智慧啊 证悟的智慧 所以他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 那证悟了空心的人修的话 这个证悟空心他本身修空心 他本身就是一个最最最上等的这个忏悟的法门 他一方面呢有了这个持久啊 观香啊这些都有了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又多了一个这个空心 那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修法的小果 就肯定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有执着的人的这个修法 这个应该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